好再看到台东马兰派出所远警执行治安热点执行守望勤务的时候 一间小吃部服务生慌张的向远警表示 有民众身体不舒服 那么两位远警就进入包厢查看 并且发现有一名50岁的黄姓男子脸色苍白 直冒冷汗趴在桌上 那么警方赶紧协助通报消防队 也派请了救护车将男子送往医院治疗 你们先给他叫救护车啦 从画面中可以看见警方接获小吃部人员的通知后 立即进入包厢了解状况 日前一名50岁的黄姓男子因为装有心脏支架 疑似饮酒过度引发心悸 导致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趴在桌上 吓坏了小吃部的人员 正巧当时马兰派出所的远警 正在执行治安热点的守望勤务 紧忙请警方进入包厢协助男子 本所远警日前深夜 在本辖治安热点执行手腕勤务时 一间小吃部的服务生 慌张地向远警告知有民众身体不适 远警随时进入包厢内查看 发现一名黄姓男子脸色苍白 直冒冷汗趴在桌上 通信友人表示 缓然因装设有心脏支架的关系 疑似饮酒过度引发心悸 远警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他送往医院救护 并通知家属兴完照顾 以免发生危险 所幸该名黄姓男子在送医后并无大碍 台东分局也表示 饮酒后失控的行为经常造成社会问题 尤其是酒后驾车不仅危害驾驶人的生命安全 更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因此呼吁民众酒后请勿开车 才能够开心出门平安返家 介绍陈建林台东市报导